六十报等等 这是当年的一些 这是当年的我 我好年轻 不一样的 当年我 三十四头 还有很多 很多 后来呢 那个什么中立的 什么百货公司 他们就希望说 开放养养年轻啊 希望移过去来办 就这样移过去办 这是在百货公司的 理念 那当年呢 台湾非得研究协会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设计 设计这样子 一个优服的形状 台湾 我们有一个 等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 改名字以后 台湾非得研究协会 又再度政治会员 然后又有很多的报纸 当年呢 也跟国际的很多的单位 有往来 这是一个杂志 从不明飞行到飞铁 我把整个的历程说一遍 就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 应该还好 那 这是另外的杂志 另外的杂志 另外的杂志 又报道了 所以说是在那几年 那几年真的是很红重 好多 这个还不是全部 还不是全部的 的杂志 我只是挑一些出来 我这些 幸好 历史的资料都还留着 都发黄了 赶快把它找出来扫描 因为以前没有扫描 这么方便 现在有 当年我们又办了飞铁 这个又研究的刊物 你看这个封面 就是飞铁的冥想 灼火啊 什么有关系的 我们今天我们讲飞铁 不要只讲说飞铁现象 到底有没有飞铁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有的 太多了 外星人早就在地球中 重要的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更深层的 心灵的层次 还有宇宙高龄的层次 这样的研究 才是一个 真正迈向 人类才能够在21世纪 迈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我们知道2012年的话题 对吧 2012年的话题 不是说世界末日 或者是什么 新天地的开始 好